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 单切 单庄 梗拍一下 然后呢 看看粗的啊 这么撕一下 切的长度呢 是五公分长 或者四公分长啊 都可以 把这个梗呢 单独装 这个梗呢 需要拿油爆一下了 一爆 提嫩提嫩的好吃啊 你看都是菠菜嫩啊 但你吃的那个口感你要是做的差个程序啊 它就不一样了啊 你看这是梗啊 菠菜嫩好说啊 见热就熟啊 怎么吃都好吃 哎 放到这儿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啊 葱姜蒜 先把这个蒜拍一下啊 卡这一拍 往后一拉 往前一腿啊 连贯起来看 哎 这样 姜 姜 切成细满 越细越好 哎 在这里呢 它蒸香 比如说啊 你要做这个菜呢 我没有猪大油 哎 没有猪大油 咱就不放那个姜了 哎 先切成不规刺 再切成沫啊 粗的拉就行 不用太细这一种 看 就这么简单就完事啊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粉丝怎么样 泡个五七八分钟就行啊 这个就是五分钟 你看 这样 这就可以 啊 这就可以 现在呢 加入蚝油 记住啊 比较咸啊 放这些炒的时候 盐 要少放了啊 蚝油的味儿啊 是非常不错的 把鸡精放进去 在炒的时候 就不放鸡精了啊 现在呢 我们把火点着 好 加上猪大油啊 这个加猪大油啊 不管是味儿好 这个青菜 爆出以后啊 非常非常的嫩 特殊的嫩啊 就像这个菠菜梗啊 内长筋似的啊 啊 现在这样 先给它爆一下 先给它爆一下 把这个盐压进来啊 使这些盐就行 不要多 菠菜一把这个菜叶 加进去 你像这种 你就吃吧 非常脱颜啊 这个菠菜 菠菜便宜 往下马上看啊 把这个菠菜水滴出去 把勺静一下 把这汁往处立一下 放入葱姜蒜 来 姜味上来了 下入菠菜 加入粉汁 这个菜我告诉你 相当相当带劲啊 大小换店 新鸡精网 都可以上了菜啊 把粉丝放开 哎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自拉油 这是 叫麻辣油啊 少放上一点点 好了 现在 我们开始尝一下 啊 我专门要尝一下这个粉丝啊 看这个粉丝怎么样 这个粉丝 我说过 就是这个菜的 口感 味道 都在这里 关键那个 蚝油那种鲜 和那个 鸡精的那种鲜味 都在粉条里味道 从而呢 你 加菠菜 带着粉条 入口一吃的味 当当的好 咱们可以在家试一试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谢谢大家